熊熊烈火吞噬 民航机机身 机舱骨架全部裸露在外 消防车包围火场 集体抢救 转眼间就把火势给扑灭 东京雨田机场 二日发生日航客机 与海上保安厅相撞事故 随即在跑道上燃起大火 根据日媒最新消息 日航JAL516班机 全体人员平安撤离 包括367名乘客 12名机组人员都顺利 逃脱 但不幸的是 海上保安厅巡逻机上的 6名机组人员 只有机长一个人重伤 送一抢救 其他5人巡获时 已无生命迹象 由日航乘客透露 飞机降落当下 看起来一切正常 但突然听到巨响 并惊见引擎着火 一开始机上的广播 还呼吁民众 不要站起来拿行李 最后是因为烟雾越来越浓 乘客才解开安全带 自行逃难 撞击事故后 雨天机场一度关闭 所有的四条跑道 造成多个航班 延迟或取消 但在扑面火势 移除残骸之后 目前已重新开放 事发跑道以外的三条 而本次事件已遭由 日本国土交通省 运输安全委员会 展开调查 根据日本国土交通部 第一场记者会上的声明 肇事原因初步判定为 日航客机降落擦撞道 正要运送物资到证灾区的 海上保安厅巡逻机 至于为什么客机 在执行正常的降落程序 会引发撞击意外 详细的原因还有待调查 怀宇新闻谢忠岳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 分享怀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